Hello大家好我是Kina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的一些 比较好用的东西们 我觉得真的都还挺不错的 让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是这个帽子 因为这个帽子上一次出完Vlog以后 超多小伙伴在问 所以就一起跟大家讲一下 是Under Armor家的 但是它不是女款帽 它是一个男款帽 它虽然说只有一个size 但是我看它的size是55到60厘米 所以不管你有多大的头 你戴着它都会觉得 自己的头部完全没有被勒住 对用这种大头就节油好 后面这块是可调节的便利贴式的 和你头紧贴的这块 其实用的是发泡材料的衬垫 所以戴着它真的一点也不觉得 不透气 很舒服 这也是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戴它基本上都是户外 那你户外本身有的时候就很热 而且它戴上以后真的就是贼好看 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呢 它的弧度就是刚刚好 就是帽檐的这个弧度 有的时候太平或者太弯的 都会让你的脸显得有点大 有点圆 再让它帽檐的长度脸是比较长的 所以它的防晒能力也比较好 很棒 而且真的就是你戴着它怎么跑怎么掉 它都完全不会掉下来 然后是我已经用了一年多 到现在还是和最初一样爱它的一个东西 就是copy它们家的哲学家香酸 这个香酸从我们在上海一直到杭州都用的是它 还蛮耐用的耶 这么一大瓶的是500毫升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完全的散干净 真的所有的朋友来我们家 第一句话 他们都说的是 你们家一进门这个味道好好闻 因为它一直在我们家玄关的地方放着 所以一进门以后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我好几个朋友就回家以后 就立刻下单买了同款的香味 真的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戳人 可以说是又酷又温柔的一个味道 它不是甜酷 前调是白醋利 中调是碗香玉 后调是雪松和摄香 花香中带着木调的香味 很柔和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而且我觉得这个瓶子本身的颜色也还蛮好看 有种琥珀黑的感觉 比较透 虽然说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挺年轻的 但是这个身体已经发出了信号 就是你的睡眠质量真的不如原来了 原来可能你睡不好对第二天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现在你睡不好第二天一整天就脾气会比较大 而且你干事情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然后我最近其实也做了蛮多的调整的 比如说睡眠前听一些那种音乐疗法呀 睡眠喷雾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把家里的床品换成了更轻薄的丝质 这个是我从去年就开始做的 又凉快又轻薄 而且真的是对你的睡眠是有帮助的 所以今年天气一变热我就赶紧就全换成了真丝的床品 那如果大家想先试试看真丝产品的话 我是比较建议从这种枕筋开始的 这个就是我现在每天晚上整的枕头 超级舒服的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就是用这种丝质的枕套 我觉得几个比较好的点 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像我原来用普通的那种枕套 比如说晚上睡的很夸张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会有一些小褶子 但你用这种真丝的枕套我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睡醒了以后 脸上会有枕套的印子 真的非常的细腻很心肤 所以第二点就是如果长期使用这种真丝枕套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长皱纹的可能性 这点也是我最早入坑真丝产品的时候 我查资料发现的 因为蚕丝中说是有一种天然的细胞蛋白 帮助加速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 反正过了30岁以后我有时候看到这种什么抗皱啊健康这种词就很戳我 而且真丝的柔软度真的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很舒服 抱着它都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然后呢我最近也还蛮常穿真丝睡衣的 真丝睡衣也是我在vlog里面出现过一次吧 然后就很多小伙伴问我到底是在哪买的 它是长袖配短裤的设计 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其实现在每天在家里面又热又潮根本就不能不开空调 长时间吹的话我觉得肩膀会瘦凉 所以这种长袖的睡衣呢就可以帮助很好的护住肩膀 然后它的触感也是特别好很柔软很心肤 我感觉我每一次穿到身上整个人都变轻盈了 而且它是白色和黑色的锅边搭配嘛 夏天看起来也是比较清爽的 整套呀还有睡衣我都选的是Lily Soft他们家的 因为他们家用的全部都是百分之百的天然酸残丝 就是更加的 我觉得产品的质量会更加的好 其实我这几年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建议大家买品质比较好一些的 虽然单价高一点 但你真的可以用很久 而且真的可以对你生活的幸福度有提升 还有一个就比较偏生活类的好物呢 就是这个东西我已经用完一个了 叫做眼镜防雾湿巾 然后后来我们又买了这么大一盒 是两个牌子的啦 不过这些东西大鹏小鹰没有什么区别 拿出来以后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单个装的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为啥很喜欢它啊 首先就是戴眼镜的人 你会发现你的眼镜基本上一天下来肯定是脏的 就是会有的时候碰到你的眼睛或者碰到皮肤的话 脸上的那个油脂会跑到你的眼镜上面 那么用它来擦的话会擦得很干净 而且不会伤你的镜片 这么小小的一片可以把你的眼镜擦得最干净 而且其实你说它小吧 它其实还挺大 我每次擦完眼镜再擦镜腿 擦完镜腿再把我的什么电脑啊 屏幕这些再擦一下 就能把这一张纸完全的利用好了 第二点呢就是这种擦镜布呢 它是有一定的防护功效的 冬天有时候你戴着眼镜 然后戴着口罩出门 哇立刻你那个眼镜就变白了 对不对 因为它的气温差嘛 但是你如果出门前用它提前把你的眼镜擦一下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雾气的情况 然后是Chanel的这个泡沫截面 这个泡沫截面真的最开始买的它 纯粹是因为颜值 太好看了 粉粉的 然后挤出来以后直接就是泡沫 它这个泡沫按压出来呢 是有一定的蓬松感 很细腻 但是不是特别的绵密浓稠 那么我把它基本上当做沉间洁面来用 或者说我今天一天没有上妆的话 晚上我也会用它来做清洁 它洗完以后呢脸不紧绷 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 清洁力呢也是刚刚好 就仔细想想我用它洗脸 不光是觉得它好用 而且整个的味道也是Sanel家很经典的 这个山茶花的香味 所以使用体验就是很好 护肤品呢还有一个是我马上就空瓶 可以说估计再用个一两次 就用完了的老朋友 修丽可 他们家的RBE精华 我跟大家讲这个精华真的是 我用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 哇塞 觉得怎么皮肤状态这么好 很饱满 就好像我一大早刚做完SPA 做完非手完的那个感觉一样 而且连续用一周 我就感觉皮肤的光滑度是有提升的 洗出来以后呢 是这种黄黄的凝胶质地 把它推开以后啊 在脸上是有一定的规感的 那么有些人是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对我而言 真的只要你对我皮肤好 能让我的皮肤保持在一个很好 很健康的状态 肤感我现在已经没有说那么在意了 就重要的是疗效好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规感的话 其实你按摩一会儿 被脸上完全吸收了 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然后再来出来它的成分 这里面有1%的白黎卤唇 简单来说是可以帮助我们抗氧化的 修复已有的细胞损伤 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健康 但是白黎卤唇这个成分的 见光了以后是比较容易分解的 所以这个精华是要在晚上用的 我也是只在晚上来用它 然后这里面还有0.5%的黄层肝 消炎还有抑制黑色素的作用 此外呢还有1%的维生素E 更好的保湿啊滋润 哦对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这一个一定要干手干脸涂 要不然的话好像就是你脸会变黄 所以呢这一点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然后这个富尔加的白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是我去年好像双11还是618 囤了两箱 就两个白膜黑膜各一箱 富尔加的白膜和黑膜 它分别是有卸字号和装字号的 卸字号的你会发现它写了 医用这两个字 装字号的不如卸字号 修复效果那么明显 所以大家如果是医美完了以后 或者说你最近皮肤状态比较差 还是建议买医用 那我自己呢就是在烂脸的时候 用这个白膜 一个字快 就它的效果真的是挺快的 补水修复消炎退红去痘 就这几个效果当你敷完它以后 你真的是可以在脸上发现 有这个变化的 包括方便膜接下来的两到三天 我觉得皮肤都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就是没有那么粗糙了 很感谢自己当时有囤这么多富尔加的白膜 不过我在网上做功课 也有人讲说用完富尔加以后 好像脸上就过敏 很有个体差异的 大家即使种草的话 也不要说立刻去买一大堆 最后是诺威亚的发油 你看这发油我已经用到 就只剩最后这一点了 这个发油其实也是断断续续的用了快一年 因为其实我手上的护发产品特别多 它号称是可以帮助你的头发来抗老 现在抗老界真的很卷 连头发丝都可以抗老 然后也是可以帮助修复你的发质 尤其是比如你烫完发 染完发以后 发质其实都是比较的差的 然后我自己用下来 第一个感受就是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 非常的水润 一点都不厚重 而且它真的这个玫瑰味太好闻了 很高级的玫瑰味一点也不冲 然后我每次用它呢 都是头发在半干的时候抹到发丝 你再吹你会感觉头发的柔软度会更加的好 因为我发质大家知道就真的跟钢丝一样 如果我不用这些发油直接吹 头发就是没法摸 可是用完它以后 你可以感觉头发摸起来 至少是柔软度有明显的提升的 就觉得这个发油真的可以试试看 好了那就是我们这期的全部分享 东西最少但是很精 很多产品都是我已经用了很久了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